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19日 星期日 回來倫敦 現在天氣很冷 可能最近很累的關係 本身早就起床 想著錄音 一直坐著 也能夠睡著 我 有幾個節目 Partner已經上了 已經錄了 我 也沒有把他 放上去 也睡著了 有一節 也沒有打標題 因為還沒等到 還沒等到 還沒等到那些資料打上去 就已經睡著了 還沒試過這樣 可能 年紀開始大了 沒辦法 也要開始 注意休息 很多時候 我們錄音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情緒 還沒培養出來 一時間是很難錄的 加上眼睡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睡著 一睡就睡了幾個小時 所以現在 睡醒了 精神很多 開始跟大家錄一錄這個節目 看到標題 然後 看回大陸 網友的報料 加上之前 其中一位苦主 在上面賣了樓 但是也收不到錢 我們也看得出深圳 其實那個地產行業 真的是很嚴重 因為我們之前 報導過8月份的最新地產代理成交數字 二手成交只有2040多宗 2040多 大禍的程度當然是很嚴重 因為深圳 代理人數好像多於香港 不知道有沒有10萬 但是幾萬一定有 但是 二手成交只有2000多宗一個月 意味著那個月 20個人也未必有一張單 在 政府的政策之下 也有房住不炒 其實這個政策提出了幾年 當時習近平說房住不炒 房子是我們住的 不是我們炒的 政策主導之下 很多銀行的信貸 尤其是房地產的信貸 都在收緊 基本上 沒有批貸款 通常一線城市是最嚴重的 北京 廣州 上海 深圳 內地媒體報導 部分地區的二手 樓案的申請幾乎要等到明年 杭州 就是停泰 即是停止貸款 甚至有買家被銀行通知 明年在來 這個問題不是我們早就說了 6月份 我們的 網友在深圳買了一層樓 幾百萬 竟然 他現在告訴你 不夠額道 很緊張 叫大家 沒辦法了 要再等一等 等多久 今年的CALLT用光了 意味著甚麼呢 明年請早 究竟上面發生的甚麼狀況 我們要跟大家詳細說 以及地產代理的苦況 而最首當其衝的 其實也是要說到施生了 真是首當其衝 因為除了死了那個之外 現在施生 是中國地產界 這個影響最大的人 因為他是手上 最多僱員的代理公司老闆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經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免費贊助 Facebook專頁也一樣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like and share 大陸 根據每日 經濟新聞報導 研究機構針對30個內地重點城市數據顯示 有半數個城市 新樓放貸額度出現緊張 放款週期也較上半年 增加 時間 余七成以上的城市上調防貸利率 同時還有六個城市 基本上是 停止貸款 六成的城市 上述的研究機構發現 23個城市的放款週期 基本是要三個月至六個月 以往大陸的房子一個月成交 放錢要三至六個月 因為順帶緊張關係 我們的網友也說 6月份賣了一層樓 打算寫著8月尾成交的 誰知道現在是9月了 在深圳等了整個月 也是說 額度緊張 現在正在等批判 其實 額度已經用完了 所有的地方 北上廣深 大城市 杭州直接沒有了 借錢要等多久 銀行要批貸款等多久 明年 最快明年 但是意味著今年累積大量的數據 顯示 今年 每間銀行的信體都用完了 變成每個都排隊在明年 意味著 由現在開始 到明年 大家申請不到銀行貸款 為甚麼 因為 明年的銀行重新批貸款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用完了 意味著 這個連鎖效應一輪下去 接下來的銀行 不會有錢借出來 因為要執行中央防住不炒的政策 不可以加價值 只能夠減 意味著那個情況 是不用借到錢 當然針對恆大 佛山市政府停止了恆大的房地產 即是樓案的申請 你買了恆大的樓 除非是自己付錢 如果不是 你申請不到銀行的貸款 但是很多地方已經沒有錢借了 銀行已經沒有錢借給 這個 樓宇貸款 因為 以往銀行很熱衷做這種生意 因為很好賺 而且銀行和發展商的關係也是利益關係 但是現在 由於中央的政策來了 很多地方 都有出現一個 放款是很延長的 甚至乎 有些城市 例如廣州 提高了銀行貸款的利率 在北京 買家向銀行申請貸款的時候被通知 捱到貸款很緊張 而且沒有具體的放款時間表 買家被通知明年在來 其實 明年是一定的 現在問題就是明年在來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 已經門口堆滿人呢 有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好像派銷一樣 那個店舖告訴你 一天就派100個醜而已 那你排隊了 沒有啊 今天派完了 明天呢 是不是明天正早 如果明天門口 還未到明天 門口已經排了500個人 那你是不是沒有機會有醜呢 他再告訴你 明天的醜 現在正在排的 不是吧 明天的醜不是因為一旦排隊嗎 是啊 有多少人排隊啊 500個 那麼那你是不是不用排隊啊 不是 你可以繼續排隊 排多少時間啊 排甚麼時間啊 後日也不用排隊 因為有500人以上要排隊了 意味著5天之後的醜都排完了 那麼你要排多久呢 你就排隊六天 如果前面 不是500個 是有50,000個 意味著你多久 後年也不用來 一年只有365天 50,000個即是年紀 你是不是明年也不用來 那麼怎麼等呢 不能等 當然 排隊買樓和等額度是不同的 等額度是在家裡等的 根據貝殼研究院的數據 即是大陸最大的房地產代理貝殼找房 今年6月份放款週期而言 72個重點城市之中 有46個城市放貸 放款週期是延長 意味著二、三線城市 同樣面臨 房貸的困境 研究院指出最近的 杭州、武漢、長春、鄭州、昆明 佛山、長沙等二線城市 相繼出現二手樓停泰或部分停泰 很多地方也加息 這些案件利率加息 與此同時 銀行對房貸審核更加越來越嚴格 部分城市嚴格審核 客戶首期付款的 來源 還款能力 也有城市全面收緊順貸 沒有確實放款時間表 其實似香港金管局的做法 就是 減少借貸 比如說 想禁香港的樓市 就是減少借貸 比如說你那個 估值1000萬 估值500萬 借七成給你 借350萬 意味著你要拿650萬首期出來 對不對 650萬再加離印 是不是要拿700多 800萬首期 15個百分比 借150萬 如果不是手指 150萬 來源 再加650萬首期 是不是要拿800萬出來 1000萬的樓要拿800萬出來 那麼怎麼賣 意味著不可以賣 因為1000萬的樓 你要付1110萬 大陸的情況不同 沒有那麼離譜 一樣的 股價 估到你1000萬的樓 估計你值400萬 借7成給你280萬 你就拿720萬首期吧 差不多 異曲同工之苗 甚至乎 他現在不是估計 是不能借 你想借錢沒有 不好意思 我們銀行沒有錢借給你 不是沒有錢 是銀行不能借給你的 我們全都用了 要等什麼時候就等明年 但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明年你去到的時候 他一定會跟你說 你 再等明年 2023 因為2022的額度 被2021年的客人用了 對不起 是嗎 是會出現這個情況 意味著 大家不用再在銀行借到錢 未來一年 等多一年 那怎麼賣呢 你借不到 所以 現在 有大陸的大量地產代理倒敗 尤其是深圳市 深圳市據說已經有過百間的店舖面倒閉 地產代理人員 收入也大減 很多人一年 沒有單開 長期零收入的情況下 已經有很多行家轉了行 告別地產代理 其實這是根據深圳地產代理中介發布的報告 截至6月30日 深圳市神明登記的升級從業人員 數量 是45,458人 比去年同期流失了12% 一個月只有2000宗成交 有4萬多的升級代理 那些沒有升級代理呢 意思呢 即是說 有20多人才有一個人開單 升級代理 調查發現深圳市 4161家中介 已經有104家上半年 倒閉 或者 去工商辦理註銷 而計劃或者以關的 門店比率高達11% 反映地產代理 這個正進行蕭條 其實也不是 現在剩下3000多家 還是割喉放血 因為沒有收入 又要支出 或者收入遠遠是少於支出 是不是 有一個深圳前海自貿區代理就說 現在全市範圍內的所有門市 都倒閉 也有倒閉 不是集中在一個地方 總之周邊500米範圍內 一定不止10家門市倒閉 深圳現在基本上二手樓是賣不到的 大部分的行家 地產代理 都轉造一些公寓 或者新樓 新盤 很多都轉行 去了做外賣 送外賣 或者轉行賣車 我們就知道滴滴 這個出行 也幫了很多人 大陸 有很多朋友 以前做開金融的那些 都轉去做滴滴 送外賣 當然施永青肯定是首當其衝 因為他現在 肯定是大陸在生的代理之中的龍頭 因為那個死了 那個貝殼找房 那位首富曾經是 地產代理首富的人 已經過了身 現在 在生的 只剩下施生了 最大的代理 我估計他一個月的 放血指數也挺嚴重 希望他可以撐下去 千萬不要收縮 為了 中國的經濟發展 我還等著你坎大哈 為了 為了塔利班建設地產市場 希望你們去中原地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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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